朝野近期为了到底费不费监察院朝翻天来因强调费院不费权 这时国民党立委翁晓琳领监提出监察委员行为法修正草案 内容明定监委不得假借职权徒利 也不可利用职务之变损害他人利益 为这科处三十万元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罚还 个人认为其实最应该立法就是将监察委员行为法具体的落实比 当然就是说你们不提我也可以来提 监委行为该不该立法强化约束翁晓琳先钱财和监察院秘书长李俊逸 执询台上争论不休 如今登高一呼提案修法朝野看法大不同 就是要制止而且一定要惩罚这种 就是只是为了自己图利 不管你是图金钱上的利益 或者是图这个证据上的利益 然后这样的烂权 如果由立法院来对于监察委员的行为 以法律的方式来为之 恐怕在宪法上有宪政机关互相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来应高喊诊宿监院成年网室也被搬上台面 当年台中地检检察官陈龙祥 侦办绿营立委段一康驱棍求案 检委沟永成却以办案严重疏漏 唯有二度弹劾 引发司法界检调众怒 民团建清简改 点名高永成再三利用职权弹劾检察官 根本是窃据庙堂或乱草纲 高永成自甘为东厂 然后去做追杀 监察院里面 真的就是有人把自己当东厂来使 超风检院双标只看颜色 半蓝不半绿 来应推动法案 不让百姓公堂沦为政治 大受力气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